今天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台湾被外国媒体称作行人地狱 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围停乱象特别多 有小客车围停在空机车阁旁边 被警方开了一张2400块钱 并排停车的罚单 但是这个驾驶就喊冤了 他说自己明明就是违规红线停车 罚900块才对啊 怎么会罚到2400 这是两倍多的价钱 不过警方就解释了 不论车阁内有没有停机车 依法规定看起来 都已经是严重的侵害到了机车的路权 罚2400没有错 民众如果想要零停的时候 可要多加留意 违规停车有错在先 但驾驶收到罚单却觉得怪怪的 检举照片车阁里明明没有车 而且他紧邻着红线停 再怎么样应该是红线为停 但罚单已却助记并排停车 质疑警察开单开错了吗 因为停红线最高才罚1200元 不过并排停车却是2400元 价差可真不小吗 暂停一下应该是合理的 假如有机车你挡出来 你还是要让他出去的 红线不能停啊 您停人不要离开 停一下可以啊 像我们上下课的人就会停啊 但是不妨碰人家别人就好了 原警告诉你答案 一旦将车辆停在停车阁的红线旁边 这样就已经严重阻碍机车出入 根据法规就是并排停车 只要他停在气机车停车阁旁边 只要旁边有停车 就是以并排停车下去处罚 因为旁边已经有化射机器车停车阁 停在外侧的话 就影响一般民众去停车 其实不止并排停车 要小心 伸张停车阁 消防通道 消防栓 也都是警方的巡逻重点 提醒驾驶最好还是要多绕绕 找合法停车未停 免得意外处罚 伤了自己荷包 记得上车辆明州台北采访报道